Hello 大家好 我是Spill.hk的編輯阿慈 講到最近的晶片方很多電子產品都受到影響 包括DAP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很喜歡AKM解鎖晶片的音色 而且還是想物色一部AKM晶片的旗艦DAP 這次就一個好機會 SALEN最新推出的限量版旗艦M9 就配備了兩組的AK4499EQ DAC晶片 之前推出的M8我們都已經測試過 可以說是萬元級最美聲的DAP選擇之一 而最新推出的M9在各方面的規格和音質都再進一步 這次就和大家詳細分享一下 這次M9一開箱就見到比起之前的M8還要大一圈 因為這次新機就用了6吋Sharp屏幕 解像度有2160x1080 所以畫面看上去就很清晰 而且色彩和亮度等等的顯示效果都更加好 外觀方面就採用了全新的第五代設計 配備了紅空級的UNIBODY一體化機身 除了手感很好之外 這種波羅文的線條也很有型 唯一就是重量都升級了 機身大約是400g 不過大螢幕加上大電池 還有裡面更加重料的設計 這方面都避免不了了 幸好你拿上手的感覺和上代不至於差太遠 機身側面就是開關和音量的旋鈕 另一邊就是播放的控制 底部就是MicroSD卡槽和USB-C插頭 本身M9已經來自了256GB的記憶體 USB-C可以作為USB解碼來用 頂部就比較特別一點 如果之前沒有接觸過M8的朋友 就可能奇怪 為什麼作為麒麟 M9也只有一個耳機插頭呢? 作為M9和之前的M8一樣 都是採用了山林獨創的可換插頭設計 跟機就已經有2.5mm 3.5mm單端 3.5mm Pro平衡 和4.4mm平衡的插頭配件 利用附送的小工具 由機頂這裡滑入 然後再向上面拉出來 就可以很方便的更換插頭 而且還支援Hotplug 不用關機就能換到 相當方便 因為很多比較發燒的耳機用家 通常都會統一用一種 或者兩款的耳機插頭 這種設計就不會浪費機身多餘的端子 另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機頂的流海的負屏 可以實時顯示到採用率 時間、電量、音量等等的資訊 就算關閉了這個主屏幕 都可以繼續看見 一路可以看見 768kHz的超Hi-Res採用率 就馬上覺得聽的音樂 都更加細緻一些 上面也提過 M9配備了亮組AK4499EQ的解碼晶片 最高支援32bit 768kHz PCM 以及DSD512的解碼 另外也支援MQA16X Unfold 可以說是現在最高的規格 配合30全新設計的四路全平衡輸出電路 採用了升學電路全架構一體化的設計 還有堆料十足的高級電容、電阻 在失真、控制力、驅動力等各方面表現都很出色 M9還提供了低、中、高的增益設定 還有大耳模式的選擇 平衡輸出最高可以達到920MW 由IEM到大耳牛基本上都可以全部應付得到 另一樣大改進就是 轉用了Quadcom的Snapdragon 6658核心的處理器 算是現在DAP用到最高階的處理器之一 加上8GB RAM 實際用落很流暢 下拉的選單可以很方便切換增益、USBDAC模式 FoneOut還是LineOut 用家亦可以切換系統去純直模式 對於主力聽音樂檔案的朋友 音質會更好一些 對於我這類主力聽串流的用家 還是Android會更方便一些 系統方面就是Android10 比起M8的Android7更更更更更新 對應各種App的兼容性更好 Tidal、Spotify、Move等等的音樂串流App 都可以很方便安裝和使用 亦都支援DRNA、AirPlay的功能 藍牙亦都支援到APDX HD、LDAC的高音質編碼 所以機背亦都可以見到雙Hi-Res的認證 至於音質方面 今次就配合了一樣是SALIN最新推出的ME800 兩圈四鐵的旗艦入耳式耳機來測試 音場方面就很寬闊 樂器的定位亦都極之清晰立體 比起M8音場甚至再闊一些 而且動態明顯更加強一些 如果M8在均衡調聲之下 稍為偏向耐聽有韻味的風格 M9在細節、動態、音場和低頻下潛 各方面都更進一步 推得更加極限一點 同時依然保持SALIN那種 富有音樂味的調聲 整體就更加全能一些 應付不同類型的音樂都更加油刃有餘 今次M9的電量更加升級到8350mAh 單端播歌可以播十多二十個小時 平衡也有十個小時 加上長時間播歌之下機身也只是稍稍暖身 表現相當不錯 M9的價錢是20,800元 現在早料預訂的優惠是18,800元 這樣兩萬元以下入手這部配備絕版AKM4499晶片的旗艦 加上用料、規格、設計到調聲都好一流 可以說是物有所值 當然兩萬元的機器都要以聽為實 不妨用自己聽開的耳機試聽一下 相信不會令你失望 只是合不合自己口味 當然也要看看有沒有貨買不買到 因為今次限量就真的限量 晶片的供應不知何時才回復正常 好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share、comment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